失散49年的加油还能够顺利重逢 这样的超级任务主角就是本土剧演员王慧武的妹妹 49岁的Taylor那么在10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美国人领养 近了50年来都没有和家人联系 直到日前透过AIT请警证书帮忙 辖区新店分局清潭派出所呢 那么也只花了一天就顺利的找到他的大哥 仅仅相有长达5分钟 兄妹俩没有对话又拥抱表达想念之情 分离将近50年终于相认 一头金发身材高挑 Taylor在50年前被美国人领养 但一直记得自己叫王怡文 离开家半个世纪决定跨海寻亲 也意外发现本土剧演员王慧武 是他的亲哥哥 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妹妹王慧武秘密到机场接机 但躲在车上没有下车 大哥王斌接受专访时说 50年来一直惦记着妹妹 1962年Taylor在台湾出生 还没一岁就被送到洛杉矶 有美国人领养 今年2月借着谭香山办事处 在北美思汗远景帮助下 终于找到家人 踏上了台湾这块土地 最想见的还是妈妈 大哥王斌一路牵着妹妹的手 心里终于踏实 也急着带她回家 因为85岁的老母亲 正在家中等着 撕散多年的女儿 新闻台北桃园 纵可报道 好